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撬着二郎腿 一直手抬了起来 正在说着什么 有一种号令下属的感觉 而身边的人的目光也都不自觉的向周爸爸看去 单从一张照片就足以看出了周扬青爸爸的气场超强的 妥妥的霸道总裁细致 而周扬青家在北京还有四合院 众所周知 在北京能住人起四合院的人 那是非富即贵啊 而周扬青曾经发微博感叹 称某奢侈品牌店都开到自己姥姥的院里面去了 而出门步行不到一分钟就到了 可见他姥姥家是位于北京寸土寸金的地段呢 奢侈品店都直接开到家门口了 周扬青嘴里面说的是小院 但哪是小院那么简单呢 从他以往筛出的奶奶荡秋千的图片来看 他家的房子院子里面摆放着小桌 周围种满了树木花草 装修简单过细 周扬青家的四合院看起来十分宽敞了 面积肯定不小 还在北京最好的地段里面 可见他家里面多有钱呀 周扬青还透露过周爸爸的过往经历 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描述 但再结合他家的四合院懂的人自然明白 周扬青家里面的背景了 而少年周扬青年少惊狂在社交平台怒怼网友 他称自己用奢侈品牌包包装过N字榴脸 用超贵的地毯来遮灰 这些都是他的生活 只不过他不愿意晒罢了 而周扬青的这段全是奢侈品名字的文字 像极了郭敬明小时代中的描述 而周扬青首思罗志祥之后 他的好友发文立体 其中有一句就称 15年罗志祥搞不到的某乡家限量熊 是周扬青托朋友买到的 可见周扬青的人脉有多广了 连罗志祥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也有义无义的暴露过 周扬青的实际经济能力是很强的 他表示自己去过周扬青的工厂 感觉还是蛮夸张的 而罗志祥的言语明显就是被吓到了 他作为是在圈内摸爬滚打多年 圈前无数的人 自然也是见过很多大场面 但也用了夸张这个词 可见周扬青的财力有多么雄厚 一个月前周扬青和罗志祥被传分手 当时就有媒体爆料 称罗志祥现在已经被金权封杀了 以后要拿到好的资源很难了 如果周扬青爆出了罗志祥的种种渣男事迹 又有知情人士爆料 周爸爸听闻了罗志祥的所作所为 直接就震怒了 随时可能下场替女儿出头 感觉这位知情人士的爆料 真实度还是蛮高的 老话说女儿是爸爸上辈子的情人 周扬青被罗志祥伤得如此之深 九年的感情付诸东流 女生一生中最好的一段时光 就被渣男给葬送了 周爸爸怎么会不生气呢 就是家境普通的人 女儿葬到这种待遇 爸爸也会去找渣男理论一番呀 何况周扬青这样的家庭 若是周爸爸真的下场替女儿出头的话 内估计罗志祥翻身就再难了 如今周扬青的名字天天占据着热搜 手撕罗志祥 每逢有人提起他 却都会说一句干得漂亮 2020年的4月23号 周扬青发文承认了与罗志祥分手 如一声网络惊雷 惊醒了一众吃瓜群众的下巴 在周扬青发表的分手信息中爆出了 罗志祥多次出轨劈腿 不尊重女性 简直就扎出了新高度 然而刷新了人们对于罗志祥的认知 更是让人们惊讶的是 所有网友们对于周扬青都是一边倒的支持 和罗志祥合作过美人鱼的张雨琪 更是用拔爪鱼多腿来剪掉 来影射罗志祥 没有一个娱乐圈的人站了出来 为罗志祥说过话 在这段感情里面 周扬青虽然是受害者方 但是罗志祥同样因为周扬青的分手性 失去了他多年苦心经营的事业 损失惨纵啊 但是娱乐圈的分分合合 男男女女太多 为什么这次周扬青的热搜会一直不断呢 罗志祥被众人给厌弃 难道仅仅是因为罗志祥的扎吗 其实不尽其然 还有一点是周扬青立住了人设 得到了人们的一众支持 而周扬青能得到舆论支持的最重要一点 就是他的分手信写得太漂亮了 没有一句废话把罗志祥的扎 自己对于他的深情都淋漓尽致地 展现在这了三千字里面 在分手信的开头 周扬青就引起了吃瓜群众们强烈的好奇心 并且说出了自己不是一时冲动写下这封分手信 而且他没有因为疫情而占用了公众资源 刷了一波好感 我和罗志祥已经分手一段时间了 一直没有说是因为前一段时间突如其来的疫情 不想占用公共资源 而这段时间已经尝到我已经完全可以用平静 甚至是略带调侃的语气来和大家交代整件事情 文字的开头 周扬青就把自己十大体懂事的人设给立住了 不会引起吃瓜群众们的反感的同时 让大家对他心有怜惜 而且周扬青给了人们一种他已经冷静下来的感觉 不是为了报复罗志祥 而这样一个内心强大敢爱敢恨的独立女性形象 就出现在了吃瓜群众面前 让人们更深刻的想要了解他和罗志祥的感情经历 而周扬青也是不负众望的 将他和罗志祥又大又甜的瓜写了出来 而周扬青在分手的喜音里面 写出了一个直接导致他们分手的事情 他看了罗志祥的手机也还好是看了 虽然罗志祥一直不喜欢周扬青看他的手机 而周扬青也一直狠听罗志祥的话 但是事实证明手机里面藏了罗志祥扎的证据 这也是罗志祥无法反驳的最重要原因 而周扬青用自己的文字 把罗志祥每天约女生来家里和同事乱搞 不尊重女性夺人运动的渣男形象 简直就是眼瞼一开的解释出来了 而罗志祥在一起九年 周扬青的痴情女孩形象毅然指上 让人毒得心疼 然而郑爽看了之后 都觉得周扬青还深爱着罗志祥 这样一个为情所持的女孩 怎么叫人忍心攻击她呢 所以周扬青在被伤害的一方 稳稳地立住了 她没有一味地攻击罗志祥 把他们九年的感情与回忆 展现在赤瓜群众面前 一个深情又坚强的女孩子 就这样就是周扬青 而这封分手性 让周扬青在这场分手中完胜了 在周扬青和罗志祥的热搜 渐渐地有点微凉的时候 赤瓜群众们就开始有点冷静下来了 很多人都在分析罗志祥如此约女孩子 难道是作为枕边人的周扬青没有发现过吗 其实周扬青一定有发现 可她却选择等待着浪子回头 她坚信自己对于罗志祥是特别的 是因为从不公开任何女友 却愿意向大众公开介绍我 的确在周扬青的身上除了美貌 她有独立的性格 这对罗志祥来说是无比的吸引 而罗志祥小的时候生活不是很好 是母亲带大的她 所以她对于坚强独立的女性更有好感 2015年罗志祥公开恋情 大面积的妥粉 而粉丝字字都在说周扬青 很多人都在说周扬青只是一个小网红 怎么配得上正牌巨星罗志祥呢 而一定是为了罗志祥的钱 但当时的人们都忽略了 如果周扬青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 她如何能够接触到当时已经是巨星的罗志祥呢 而周扬青其实除了美貌 还是一个非常努力的姑娘 她在北京城里也是数一数二的白富美 中学的时候就出国读书了 老家有着300平的四合院 和赌王千金和超莲是朋友 在和罗志祥恋爱期间 90万的礼物说送就送 但是即使是家境英后 但是谈恋爱的钱 却都是周扬青自己赚的 从2012年起 周扬青开过四家网店 目前已经有着300万的粉丝 虽然无法和大网红相比 但是财富自由是没有问题的 而周扬青有着自己的团队和工厂 但为了保证成片的效果 拍图修片都是亲力亲为 处理危机的能力也丝毫不吝啬 当初被点名衣服打板 涉嫌了装抄袭的时候 周扬青没有哭惨 她该赔的赔 该补的补 很好地处理了一场公关危机 留住了自己店铺的核心用户 坚持原创 还把作品发到了日本 从和罗志强的粉丝心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来 周扬青的文字功底 而且周扬青在粉丝心中 还提到了一句 以前都是帮你编辑微博文案 足以见得周扬青不光是有美貌 还有大脑呢 如果不是罗志强太扎了 相信周扬青会是给他事业上 很好的助力 即使和罗志强分手了 周扬青也不忘发展自己的事业 入住了小红书一页涨粉8.6万 而微博一页涨粉200多万 在这个有粉丝就是有经济的时代 周扬青又为自己打了漂亮的一仗 9年的时间 周扬青从高攀大明星的小旺红 成长为了闪闪发光的大女主 挣回了平起平坐的话语权 这样的独立财富又自由的周扬青 如何不被吃瓜群众们支持呢 对不对 失去爱情的他不仅美艳依旧 同时也从未失去过自己人生的话语权 离开你老娘过得更好